中共中央政治局8月27号决定于今年11月召开中共第18届三中全会 并将深化改革和预防及惩治腐败等定为会议的主要议程 按照官媒的说法 中共数届的三中全会做出的都是影响中国未来的决定 那么这一次的三中全会会有什么的看点呢 对于中国未来有什么影响或者根本没有影响呢 今天我们邀请了三位嘉宾来为我们解读 首先是美国政治观察家冯胜平先生 冯先生您好 你好 冯先生是在美国的新泽西州通过skype与我们对话 接下来一位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中国学者程响龙博士 程先生好 你好 程先生也是从新泽西州与我们skype 另外一位是演播室的美国哈德逊研究所访问研究员 韩连潮博士 韩先生您好 韩先生您好 欢迎三位来到我们的节目中 韩先生我们知道中国海内外对这次的三中全会 是非常的关注 那您觉得这次的三中全会会有一些什么样的看点呢 我觉得这次可能最大的看点还是经济改革 经济改革的深化 另外一个看点可能是反腐措施的出台 因为经济体制改革的问题 中共在经济增速下滑之后呢 他觉得用中央政府这个主导的这个高投资 可能引起的这个副作用可能会更大 那么过去三次的重大改革都是从经济上面入手的 那么从这个到放权让利开始 80年代放权让利 90年代的市场经济体制改革 那么到新世纪的这个入市和完善市场经济 都从经济角度入手来保证呢 共产党的政权的稳定 所以为什么邓小平说这个坚持改革开放 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招 他讲得很深刻 那现在看起来就是说 过去的这个做法都是通过经济改革 来缓和中共的政治和社会上的矛盾 他现在也想继续通过这个一个做法呢 来缓和共产党的这个社会矛盾 中国内部的这个社会矛盾和政治矛盾 过去是奏效了 现在他想继续沿用这个办法呢 想继续能够维稳保持中共的长期执政 反腐当然肯定是我们现在最大的 大家都希望看到因为这个薄熙来案 还有这个周永康这个案马上就要出来了 所以我想这个可能是一个两个最主要的看点 那么这个反腐呢 你刚才提到这个另外一个内容是反腐 那么你认为这个反腐是不是中共 把它作为一个政治改革来对待呢 对但是呢我觉得他是这样想 但是从十七届政权会的做出的决定啊 就是要在政治体制改革上面有比较大的突破 那么向这个党内民主先启动 那现在看起来呢 在十八大的时候已经发生很大的变化了 十八大是讲五位一体的这个 这个总局总体的一个设计 那么五位一体的改革主要是设置到政治 经济文化社会还有生态方面的这个改革 三个五个改革 但是呢把政治体制改革呢 已经放在要不是一个重要的地位上面了 那可见这一次呢反腐的已经逼得他没有办法了 他必须要做出一些一个措施 在制度上采取一些一个办法 那防止预防或者是制约 或者是这个监督这个腐败的行为 但是我觉得他没有从根本上体制上来做出 不可能从体制上做出一个重大的开创性的这个突破 那把权力真正关进农子里 冯顺平先生您认同韩博士的看法吗 我大致上是认同 所以您觉得这个这个重点还会是反腐 以及经济改革对吗 我认为可能反腐是最大的重点 就反腐本身不错 但我觉得反腐呢只是手段不是目的 就目的是制度建设 就讲白了呢就是现在 我们说的最多的宪政 就我去年在一篇文章里面我曾经写过 就是党国军国和民国 我当务之急对中共来说呢是收拾民心 那具体的说呢 也就是说以反腐来收拾民心 以反日或者强国收拾军心 最后呢就像袁涛讲的就是以党类民主 那收拾就早已换上了党性 就在这人心收拾之后呢就要干事 就干什么这才是关键 是严重毛泽东的那个运动治国 这个思路呢去搞运动 还是呢开展法治建设 就把中国建成一个尊纪守法的国家 这是对习近平和对这一届政府的最大的考验 就我认为呢就是三中全会的主题 无疑会是整党和反腐 但今天的中国呢 重要的是立规是制度建设 而不是搞运动反腐 就由于历史和政治的限制局限了 就这次会议很难走出运动治国的惯性思维 所以呢反腐整党 强化党对意识形态的控制 将是会议的核心 和中共下一阶段的工作中心 然而呢洗礼反腐的努力再增成 也难以成功 就我认为 就因为同毛中时代不一样 腐败在今天的中国 已经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一种大众文化 就社会上已经没有人痛恨腐败 如果有呢 也只是痛恨自己没有腐败的机会 就我曾经说过 美国有四大自由 就罗斯福讲的言论信仰 免于恐惧和免于贵法 而中国呢有十大自由 就吃喝嫖赌臭 坑蒙拐骗偷 就不具政治因素 中国无疑是世界上最自由的国家 好的 谢谢冯先生 那么接下来我们还可以继续深入谈 下面呢我想问在 我们同样经过skype的这个 程先生啊 程先生您好 我是宇周 我想问您呢 就是说 中国在这个经济改革上呢 还需要改什么东西 那么它的难点会在什么地方呢 我觉得到现在为止 中国经常在谈改革 改革几乎涵盖了中国所有的政治经济措施各个方面 但是对改革有两种根本不同的理解 一种是把任何政策上的调整改善都理解为改革 那么这样的话 就用90年代中国的一句话叫做 改革是个框 什么都往里装 那样的话就几乎没有什么不是改革 比方讲政府裁掉一个布 那就算改革了 但是还有一种完全不同的理解 那就是80年代初 中国刚开始改革的时候的 对改革理解 那就是改革是对现有体制 某一个重要部分的基本否定 然后建立一个新的制度来替代它 如果从这个角度去理解 那么政治经济层面 今天中国其实不存在那种意义上的改革 所以如果用我刚才讲的这两个角度去理解 理解的话 现在是这个即将召开的18届三中全会 无论在政的层面还是在经济层面 它侧重的是改善 所以我不倾向于是滥用改革这个词 因为用多了 我们就找不到什么地方不是改革 好冯先生我们知道呢 您曾经给习近平总书记写过一个万言书 就是上书 那据说呢也得到了一些回应 那您觉得这个立宪是不是中国政治改革的唯一出路呢 我不认为这是唯一的出路 但我认为呢 就我个人认为这是对中国来说是最好的一条出路 就说而且呢 我认为就立宪实际上呢 在中国呢 现在有 就非常有可能 就接着我刚才讲的 我就中国人现在什么都不信 就没有人能够重建 就中国人对 就是国人对共产党的信仰 也没有人能够发动一场 就全民的反腐也好 整党也好 就政治运动 就毛泽东之后 我刚才说了 中国再无主力 这一通已经不能再感到人了 感觉今天的中国呢 用我一个朋友卢迪的话说 是一个人人要发财 个个要腐败的国家 或者以习近平的老师孙立平的话说呢 是一个全面溃败的社会 或者呢 以现在国内很流行的 那个郭敬明的话说呢 这是一个没有信仰的小时代 但具有意味的是什么呢 就吊诡的是呢 就正是在这个 就是人们已经不再谈论 家国天下的小时代中 在这个 就人人都要腐败 人人都要发财的 这么一个社会中呢 就执政的中国共产党 他没有了运动的资本 却阴差阳错的呢 获得了立宪的本钱 就当人们什么都不信的时候 立规就成了必须 就当人们害怕失去的时候呢 立宪就有了可能 就革命是穷人的节日 立宪是富人的本能 就对穷人来说 最好是打土豪分田地 而对那些有些什么东西来说呢 他们就想立规矩了 就一百年来 中国宪政运动的失败 就原因很多 其实最根本的是国家的贫穷 就在一个贫穷的国家里 革命永远就有最大的感召力 就邓小平推行改革开放 使中国脱离贫困 告别革命 谢谢陈先生 现在好像有一点问题 那那个韩博士 我们想请您给我们分析一下 就是我们最近看到 这个打周永康的呼声是非常的高 而且就是南华早报 因为我们把南华早报 也报道了这个消息 但是现在这个中国国内的媒体 还没有对这个消息进行证实 但是我们看到 这个周永康的这个党羽是纷纷落 那您觉得这个中共 如果要拿周永康开刀 是会在三中全会之前吗 这个很难说 我觉得有可能在这个之前 就会有所动作 但是看起来它是一个主要的目标 是一个所谓的大老虎 他们现在一直在媒体上强调 就是说我们要老虎苍蝇一起打 但是呢我觉得就是 我同意刚才陈博士和这个盛平的这个分歧 实际上中国这个体制 不从根本上进行改革的话 那是不可能从制度上根本改革 遏制腐败的 你看前面我们这个 这个丁家喜 这个赵长春这些人 要求政府进行财产 公布财产 官员公布财产的问题 都被抓起来了 现在还在监狱里边 那从这个反腐的制度上来 公布财产 从80年代就已经开始了 进行讨论 那么将近二三十年了 到现在还不能出台 说明一个什么问题 说明这个共产党内部 他这个利益集团 权贵集团已经形成 有一个非常强大的 这个利益集团来保护自己的利益 对任何的实质性改革 都会有一个强烈的反抗 那么刚才我觉得 这个盛平提到一个 就是说宪政的问题 因为你看世界上的 这个民主国家之所以成功 中国前期改革之所以成功 我觉得很大的原因呢 就是把竞争的机制 引入这个经济领域和政治领域 不仅仅是经济领域和政治领域 从工业国家早期的时候呢 是把这个竞争领域 把这个竞争机制替代了 中世纪封建的那个控制生产 分配财富和这个政治绝对权利 只有这样把竞争机制 引进社会的各个层面里头 中国才真正有可能成为一个世界大国 现代的这个这个意义上的这个大国 那您认为现在这个这个时刻 是不是到实际可以引进 这个政治上的这个竞争机制呢 我认为是应该是这样的 因为中国就像我还是赞同邓小平那个话 现在不进行实质性的改革 那么不坚持改革开放 在政治层面进行改革开放 那么中国的命可能是 可能是这样刚才声明提到的 一种暴烈的革命的一个结局 我觉得这是很可怕的 那实际上在邓小平时代 他其实早就提到过 要搞这个改革就是政治方面 但是他也是遇到很大的阻力 他也不敢把这个话说得太明白 人家只是能听一听知道他的意思 那就说明这个方面呢 就相当大的障碍 那么到现在为止呢 就像是习近平或者是其他领导人 他们有没有邓小平当年这个魄力呢 这还是一个问题 所以那您怎么看目前这个状况 我觉得习近平应该来说 还是有一些改革的这个意愿的 像前面看到这个 他对反腐的这种痛恨 但他自己家庭也很多 可能也涉及这些腐败 贪腐的这个情况 那我觉得他们现在这个班子呢 就是说没有过去 邓小平那个绝对权威了 就是像这种有绝对权威的领导人 不存在了 那么从顶层设计来开始 政治体制改革 可能会碰到很多很多的阻力 所以我觉得我不是特别的看好这个 像我同意盛平那个看法 但是呢 就是说 也有可能 就看他们的决心了 就还是我觉得他们太看重 个人的这个利益 就是说习近平最近在这个 他们这个全会 开全会的时候提出来 就是说 要突破思想的这个观念的这个障碍 而冲破利益固化的这个翻例 这个障碍 我觉得思想观念的障碍就是 坚持四个坚持 你要是能破那个四个坚持 突破这个四个坚持 你就有 你就有这个发展的余地 你要这个 这经济上的固化呢 利益固化 就是共产党自己的利益 国家 这个 这个 跟民争利 你要能够真正的放权 让他这个把这个 竞争的 就是整个的 全面的 引向市场经济 那我觉得中国 高速经济发展 还是还是有希望的 好 程晓郎博士 我们在这一次的新华社通稿中 就是关于这个 三中全会的通稿中 我们没有看到任何 关于意识形态问题的 这个 字句 那您觉得这个是反映出 中国高层对 意识形态的这个争论是 现在没有办法达成一致意见 所以先暂且搁置 不说 还是说这个 还是说这个 就是在九号文件中提到 这个 七股反动潮流 已经是没有的呢 已经消失了呢 韩博士 陈博士 我想 我想这个 在意识形态层面 现在习近平的做法 基本上是 只做不说 也就是说 他在继续加强 对所谓的七个势力的打压 另一方面呢 他不愿意再涉入 关于这个 意识形态 特别是关于毛泽东时代 和这个改革时代的 一系列 在意识形态层面上 最根本的争论 在2009年 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 谈过一个基本观点 就是说 中国改革的对象 就是毛泽东 革命的成果 所以中国 共产党建立党 60周年的时候 前30年是革命 后3年是改革 而改革实际上是否定了革命 但是如果把这60年 合起来看 那么怎么来评价 中国共产党60年 他最要害的问题就是 在意识形态层面上 实际上 一支持改革 一强调改革 意识形态 这个层面里面 对毛泽东时代革命的成果 实际上是根本否定的 但是在政治层面 当时的领导层 包括邓小平在内 还有今天的 现在的习近平等 新一代领导人 他们都没有办法 彻底摆脱这个意识形态 因此最后 邓小平提出来是不争论 那么习近平 在去年11月 也有一个 在党校的讲话里提到 说不要用后30年 否定前30年 也不要用前30年 否定后30年 实际上 他的意思和邓小平一样 就是说 这事咱们不能讲 干脆不讲 不讲了 不等于说不打击 他不喜欢的势力 所以我觉得他的意识形态领域里头 打压会继续增强 那么反过来 这个行动本身就说明 他可能不会在政治层面 做任何真正的政治改革 好 程先生 我想接下来问你一个问题 就是刚才你也谈到了 其实刚才这个 韩先生也谈到 就是说 这个实际上的 在这个政治层面方面的 就是说习近平讲了 要有所突破 那么就是突破 从前的这个政治意识形态 那么这个与习近平 这个他们这个 中共呢 最近提出的这个 所谓的这七不准 这个东西 是不是非常的像矛盾 因为从这七不准里 我们似乎看到 他这个意识形态 又要重回这个毛时代呢 我看了一下 刚才这个 最近关于 政治局会议上 关于要召开 18届三中全会的 这个公报 这个公报里面 有一些话看起来 很像习近平 喜欢说的一些 豪言壮语 比方闯险滩啊 过南关啊 等等 我觉得不必太认真的 去把这些关和摊 当做一个 很具体的内容来理解 也就是说 它可能只是个 宣传口号 一个豪言壮语 并不一定意味着 它真打算 突破什么东西 实际上 我觉得 今天回过头来看 中国过去这20年 实际上 中国的政府呢 已经失去了改革的对象 也就是说 其实它不打算在否定 现在中国现存体制的 一些主要方面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既然没有什么 主要的东西要否定的 也就不需要对什么 一些主要的部分 进行改革 在政治层面 好像是这样 经济层面 也似乎是如此 如果是这样的话 没有改革的对象 那么再谈豪言壮语 谈一些改革的名词 然后把一些 小的行政性措施 纳入改革的口号之下 那么它只不过 证明一点 就政府舍不得 不用改革这个名词 但并不等于说 每次他用改革名词的时候 这个改革 是有真实的重要含义的 好的 因为时间关系 今天关于这个 18届三中全会的讨论 就只能到这里结束了 感谢韩联潮博士 冯生平先生 和程翔龙博士 参加今天的节目讨论 不要离开 稍后回来 我们将探讨的话题将是 李天一案 为什么被爆炒 欢迎您继续收看 我们下证据算 我们下证据 不要